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韩律师 顾博士 好巧啊 真的很巧 第一天上班就遇见了你 欢迎来绿川 走吧 你有公卡了吧 好 没关系 有些事情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 不过还好绿川研发部在六楼 你爬起来不算太累 顾博士 上次你说想请我吃饭是吗 当然 随时都可以 好 卡罗 卡罗 过来 抱抱 真乖 我想死你了 你想我了吗 对不起啊 没那么多时间陪你 要不今天我哪儿都不去了 陪你好不好 不走了好不好 坐 坐 卡罗 好孩子 坐好啊 喂 你今天又没在公司啊 在家呢 晚上有安排吗 晚上 周大爷那边 我不知道 该怎么跟他说 今天晚上我陪你一起去吧 我晚上 有一些重要的事情得做 那就下午早一点吧 我们见面吃个饭 有什么事吗 你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了 你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了 好 我知道了 对不起啊 卡罗 我还是有事要出去 自己能一个人在家好好的吧 不委屈 我错了好吗 对不起啊 不想要被师傅 你就得练 懂吗 快刷就来 现在不行了 先会儿 拿上水 来 接着 接着 说说你跟韩木楠的事吧 你想听什么 随便 我都行 就说说你们俩什么时候认识的吧 一月十号 只好 那回去之后 你一定要介绍我们两个认识人士 那当然了 你们肯定会成为好朋友 咱们再来 不让我打着你 我 我 这什么爱人啊 田丽医院的传统 奖励爱心 这什么爱人啊 田丽医院的传统 奖励爱心 我们开心 你不在什么呢 为什么 你不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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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不在乱 你不在乱 你不在乱 我好 你不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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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没怎么变 是啊 一点都没变 点点什么 等一下吧 我还约了别人 谁啊 顾明泽 我是不是跟你说过研发部的事情 我已经不想再插手 你为什么还要擅自做主呢 因为我是为了你好 顾明泽对于新药的开发 和后期的布局有多重要 你不是不知道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 露入沈宏远的手里 我以为在咱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 在一年一次的这个时候 咱们至少可以好好吃顿饭 反正这些年 你都是心色匆匆 像完成任务一样的跟我吃饭 与其这样 我们还不如谈公事 至少这顿饭吃的还有些异议 韩小姐 顾博士 请坐 蜜总 顾博士 今天我代表绿川给你接风 顺便带你尝尝这家 我喜欢了很多年的小店 欢迎你成为绿川的一份子 顺便呢 也把你介绍给密总 毕竟她之前是研发部的负责人 对整个工作流程和未来的部署都非常清楚 所以我今天 韩小姐 其实在此之前 我和密总已经见过面了 打了个照面而已 虽然只是一面之缘 但密总当晚的举动 确实让人印象深刻 好 好 好 你知道我不喜欢在外面探公事吧 没什么事的话我先走了 你慢慢吃吧 对不起啊 顾博士 如果你想去追她的话 我不介意 好 虎 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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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子 胡子 我没事 我没事 胡子一走 周大爷就失去了唯一的伙伴 至少这个世界上还有你惦记着他 关心他 想着他 他就不算是孤单已然 不是吗 他也不得了 他也不得了 他就不得了 感谢观看